唉 沒有想到剛回台灣就遇到這樣的事情 又一點難過 又一點點神奇 長話短說 蜜答的臉被媒體拿去做假新聞了 沒錯 蜜答的臉被拿去利用了 真的很傻眼 我要正式的跟記者和媒體說 我們有授權你們使用影片 但是沒有授權你們 移花接木做新聞 原本不想聊這件事情 但是事情已經過好幾天了 記者依舊沒有回覆我們的訊息 媒體還是繼續勘爭這個新聞 我不太能忍受別人這樣欺負蜜郎 所以為了避免有人誤會 我覺得我們有必要來跟大家講一下事情的經過 這件事情真的很讓人無奈 超級 3月11號有一位記者聯絡我們 問我們可不可以接受訪問 記者說有另外一個波蘭人 分享了對台灣的看法 記者告訴我們 這個波蘭人說 台灣人工作太辛苦 因為歐洲人通常不加班 台灣房租比較貴 房間也比較小 歐洲可以花小錢 過舒服的生活 再來他還說 台灣工作薪水比較少 工作時間比較長 記者想問我們對這些的看法 剛好我們的看法和那位波蘭人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如果新聞可以呈現不同的聲音很好啊 那我們就接受了訪問 那這樣新聞就可以平衡報導 大家也就可以更認識波蘭 那在訪問之前呢 我們就大概知道了這個故事的背景 就是有一個波蘭女生在某一個YouTube頻道受訪 平面媒體轉載了訪問內容 而這個記者想把內容做成電視新聞 所以想訪問我們 我們以為答應受訪 答應授權影片使用 可以讓新聞內容更完整 更全面 看起來 我們太天真了 於是我們就通過LINE視訊完成了訪問 當天晚上新聞就出來了 那有觀眾就反映說有在電視上看到 但是我們沒有在看電視嘛 所以我們看的媒體是在YouTube上的影片 那兩者應該是一樣的啦 那我們看到那個影片的封面和標題 真的很生氣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喔 一般觀眾看了應該會覺得說 欸 台灣人工作太辛苦 無法為台灣公司工作 這些話是蜜娜說的嘛 但不是 這些話是另外一個波蘭女生說的 也就是說 媒體利用了我的臉 一畫節目 對啊 事實上我們在訪談中 幾乎都在講台灣的優點 內容大概是像是下面這樣 我們也反對過了工作 但是比較起來 台灣人工作普遍工作真人感比較好 那在歐洲你可能遇到很多人 就算沒有完成他們 應該做完的工作就下班了 直接跑了 甚至請長假 也不會在乎會被影響到公司 同事 客戶 那在歐洲 會更容易遇到沒有工作責任感的人 身為員工你會很開心 但是身為客戶和消費者 你會很不習慣 大概是這樣的內容啦 就是大部分是好的 也就是說 我們的想法不是台灣人工作 太辛苦 無法為台灣公司工作 甚至我還比較喜歡 和台灣人一起工作 台灣人的工作真人感讓我很安心 但是媒體把我們講的正面的部分都剪掉了 還做了這樣的封面 還有這樣的標題 很多人都只是看封面和標題的 這樣他們不就會誤以為 米拉對台灣公司有負面的想法嗎 這樣不是在欺負米拉嗎 媒體只留下我們說 波蘭稅很重這一點 其他我們覺得台灣比較 比波蘭好的部分都不見了 另外關於台灣工作薪水比較少 公司比較長這一題 我們也是不認同的 因為要看產業啦 我以前是工程師 明明薪水就高波蘭很多啊 那另外一題 台灣房租比較貴 房間也比較小 那其實 歐洲或是說波蘭的市中心的房租 對當地人來說也是貴的 那差別就是說 波蘭郊區空間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可以接受通勤的話 的確可以在郊區住比較便宜 寬一點的房子 但我自己就不喜歡通勤啦 所以如果要我每天坐車上下班 我也不會覺得那樣叫做什麼 花小錢顧舒服的生活 所以我們的觀點 和那個波蘭女生不太一樣的 但我們的想法完全被剪掉了 這根本不是平衡報道 這是陷阱 把蜜娜沒有說過的話 套在她身上 那最後就剩下這樣子的封面 你覺得你乍看之下是怎麼想的 是不是會覺得這就是全部的故事 那後來甚至還有文字 新聞報道 我們一起來看內容 那時候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 但是已經有觀眾朋友跟我們說 這個新聞出現了 然後我是第一個看到 然後我跟這個說 好像這裡有點有點奇怪 有點不對的 對啊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她是怎麼寫的 她說 看台灣人工作太辛苦 波蘭女孩無法為台灣公司工作 然後放了一張 米拉的照片 對 然後其實第一段呢 就是大部分人會看的那個部分 她也非常不清楚 然後我覺得就是直接 對 就是世界上有很多波蘭女孩 那這位波蘭女孩叫米拉 那那位受訪的也是波蘭女孩 但是她沒有講清楚 她就直接放米拉的照片 因為她那個照片的秒數是 是Youtube 然後下面說一個波蘭女孩在Youtube 那我覺得直接讓大家誤會 就是我 這個波蘭女孩 她這邊直接說 各國之常文化不同 一名在台波蘭女孩 日前在Youtube影片中 直言自己無法為台灣公司工作 然後上面的那張照片就是米拉 對 所以大家憑良心講 就是你看這樣的新聞排版 你是不是也會覺得會讓人誤會 這些言論就是米拉說的 但是米拉從來沒有說過這些話啊 但是我們也看了 他們放在新聞 電視新聞的那個版本 然後也有講那個女的 講的話 然後一直放我的畫面 我覺得這個作法真是不對的 對啊 就是說你會讓別人覺得 米拉講的這些 可能對台灣比較 比較不友善或是批評的話 沒有就是我 我不太希望有人 有人叫誤會 我覺得這個不公平 對我來說不公平 對啊 就是說 移花接木啦 對 我的臉長被拿去移花接木 我真的不開心 那我猜想他們這麼做的原因 個人猜測啦 就是因為外國人批評台灣的話題 是有機會挑動台灣人的情緒 大家回想一下 從前不是有什麼外國人批評台灣交通 最後變成熱門的新聞嗎 還有什麼外國人說不喜歡台灣的天氣 也變成熱門的新聞 那我自己猜想 個人猜想啦 他們就想要複製這樣的套路 想要繼續做外國人批評台灣的系列新聞 看有沒有機會中樂透 又做出一個熱門新聞 但是我不想成為製造新聞的工具 那我有在影片下面留言 也有傳訊息給記者 請他們刪掉或是修改新聞 但是幾天過去了 完全沒有收到回覆 當初記者來問我們可不可以接受訪問 我們是抱著幫忙的心態 放下手邊的工作來配合 結果得到的就是這樣移花接木的新聞 還要冒著被人誤會 被人批評攻擊的風險 欸我們是在幫你耶 結果你最後在害我 這真的是很不對 我覺得也是對台灣社會不太健康的事情 而且最後媒體什麼責任都不用負啊 好處他們哪壞處都是我們來承擔 附帶議題事情發生了之後 我們也去看那個波蘭女孩 她完整的訪問 發現我們自己也被媒體誤導了 其實那位波蘭女生 也有講她喜歡台灣的地方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原始的訪談 但媒體只想做出外國人批評台灣的新聞 這是一個九分鐘長的訪問 有正面也有反面的觀點 但是最後就只被擷取出這一句話 台灣人工作太辛苦 無法為台灣公司工作 很多人就會以為那位波蘭女生不喜歡台灣在批評台灣嘛 有些比較容易激動的網友 就留言攻擊這個波蘭女孩 他們會這樣留言啊 像是不喜歡台灣就滾 謝謝你討厭台灣 或是沒有人逼你來台灣之類的 媒體賺到流量 但是波蘭女生承受罵名 但媒體絕對不會把他們賺到的利潤分給他 其實這不是我們第一次被媒體依華節目的經驗 我們過去還有一部影片是訪問立陶宛人 就是立陶宛捐疫苗給台灣的那時候 立陶宛人關心台灣這是好的事情嘛 當時有一家媒體就問 可不可以用我們的影片去做新聞 那我那時候以為媒體要稱讚台灣和立陶宛的交流 所以就同意啦當然很好啊 但最後媒體只剪了其中一句話 讓大家以為立陶宛人其實不在乎台灣 那所以在那個之後又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都不同意媒體使用我們的內容 那這一次我們同意了 大家也看到結果了 對那請大家不要批評這個波蘭女生 她也是被媒體利用的一個角色 對啊也請大家不要去攻擊記者啦 我們希望的其實就是簡單的道歉 還有把新聞移除 或是至少把誤導性的封面和標題改掉 我們相信台灣不是每個媒體和記者都是這樣咯 可能是我們的運氣比較不好吧 對啊也不要一桿子打翻一艘船 那希望下次不要再遇到這種事情了 我們原本這週要分享其他的內容 都被這件事情給耽擱到了 真的有點浪費時間 那未來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分享新的內容 不要再處理這些紛紛牢牢 也謝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才有機會繼續拍片 繼續分享內容 對啊今年我們還有很多特別的計畫 想到就很興奮啦 那我們會去認真執行 那也希望最後的結果大家會喜歡咯 好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到晚安